好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要来组装的是蒸汽船 那我们呢会用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啊 我们会通过这个空气啊就是瓶子 玻璃瓶里面的空气 然后我们在加热过后呢 我们让里头的空气呢 就是通过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这个小孔 那空气呢会从这个很细的细孔呢排出 那一旦它排出的话呢 它就会慢慢的移动 这就是所谓的蒸汽船的原理 当然呢我们要推动那个蒸汽船呢 那个蒸汽呢的流量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小型的实验 移动也是比较细微 那小朋友要自己好好的观察好不好 好这边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们会有这个吸管塞 然后这个呢是用来安装我们的这个玻璃瓶盖 还有就是制放这个蜡烛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有两个铁夹 然后一个瓶盖 塑料瓶盖 我们有一个玻璃瓶 然后有一个吸管 然后呢有一个船身 然后我们还有蜡烛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组装了 好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准备水盆 装一些水呢是让我们观察这个船呢 是否有移动好不好 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玻璃瓶呢 加上这个塑料瓶盖 好把它压紧 一定要压紧 不然的话呢那个空气从旁边溢出的话呢 那你就观察不到那个现象了 然后这个比较圆的部分呢就往下 有没有 小朋友这个要贴得紧紧的 贴在上面 然后呢现在我们才把吸管 给插进去 到底部 好我们的瓶子安装好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安装底盘的架子 我们在这边呢就是选择上面的最旁边 这两个孔 然后我们再把 这一个瓶子给加上去 这样子压下去 好它会有 动一声 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这一面 这样我们这样压下去 好不好 好小朋友我们这样子往下推呢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那就稳了 然后我们可以放前面一点 刚好这个部分呢 在这边就可以顶着 那它就稳了 好最后呢 这是主角来的 这个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把它 用力 我们要用力压下去 好小朋友如果你们没有用力呢 往里面塞的话 那它的空气就会从旁边溢出来 那就不好了 好我们是尽量把它塞的密密实实的 那空气呢 从这一个小孔出来 那它就有力了 好它就会形成一个反作用力 所以那个空气全部往这边出的话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反作用力哦 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塞得很实 很坚固好不好 我们再用力一点塞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船呢 往前走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瓶口啊 这个吸管要向后面的 哦要向着船尾 我们的蜡烛向着这个外面哦 好现在我们呢 可以点火了哦 好现在呢 我们把它推向一边 然后呢 我们再观察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船呢 开始在移动了哦 好今天呢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